清爽杰克 甘蔗冰沙 還有美味豆奶豆花 別忘了必點招牌 遇到仙草蜜喔 這麼要喝 連家都回購了 過癮了吧 超過癮 而且根本完美 你看 雖然有披薩 有紅燒肉 還有牛肉麵 不過... 不過什麼 如果這個時候 你看吃完這些比較重口味 再來一點 也是甜點 算了...我看你這樣 沒關係啦不要 為難你了... 欸... 過來... 沒關係... 這個時間真的為難你了 不... 就是你要剉冰 豆花喔 對不對 一定要吃著你不要不要的 甜在心頭 不要不要 心頭 甜在心頭 你們兩個不要再上演 相愛相殺的戲碼了 好好介紹這間糖水鋪吧 他就位在大瓶林站 著名的美食一條街 大風路上 帶點文青鋒的店鋪不大 卻常坐無虛席 你們也快吃點甜的 修補一下感情吧 我最討厭人家 出我的胸口 不要這樣啦 心頭肉 你以為我心頭肉 所以... 甜在心頭 這家怎麼樣 你說要吃甜的 馬上變甜的出來給你 我只能說你有夠厲害 是不是 你要什麼有什麼 這年頭 而且在這種都市 要吃到甘蔗冰 很難 我覺得甘蔗冰在現今的年代 就跟香蕉冰 那種感覺是一樣的 香蕉之下它就是會 味道就是更天然 因為它就直接存二殺 去做出來的 存蔗糖 來 試一下 敏感性牙齒 我想說 這個冰有必要那麼多音效 敏感性牙齒 對... 所以... 可是這甘蔗冰很好吃 你知道嗎 它就是純粹的蔗糖 然後去做 然後跟那個冰 整個這樣結合在一起 它真的是可以解渴的冰 我真的一生就在追求這種 就是可以解渴 真的啦 可以解渴的這種冰品 我太愛了 這個甘蔗冰就是這樣子 它的那個甜味 其實沒有很強烈 它就是很自然的甜 然後就是太棒了 我很喜歡 就是那個甜味很舒服 各個各個嘛 黑冰啊 黑冰 就我們常吃的那個黑冰啊 對不對 錯 不是 炒吞的炒黑黑冰 很像對不對 很像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先不吃 你先挖一點來吃 我先吃是不是 你看它是不是黑冰 芋泥 芋泥 整顆芋泥 而且吃起來就是非常綿密 我跟你說是真的是我吃過最綿密 真的 你含了之後它慢慢的那個 芋頭的清香開始出來 很純正 好好吃喔 可是我敢大膽的預測喔 這應該是大甲的芋頭 是不是不然我問老闆 我沒有 我這次沒有先知道 真的嗎 請問一下 哈囉 那個芋頭是什麼 哪裡的芋頭 真的嗎 是不是 大甲 對不對 大甲 隨隨便便就被我玩中 不像上次有些人講什麼 蚵仔是什麼東石的啦 什麼 它結果是哪裡 台南的 瞎猜一通 瞎猜亂猜 對啊 對 真的是 這個我給很高的分數 老哈 這甜品介紹得很不錯 他們的阿甘冰系列 甘蔗冰沙有著天然的清涼感 自然微甜的滋味 吃起來一點也不膩 還能依自己的喜好 搭配各種配料 帶點芋香的QQ芋圓 或是口感綿密的芋泥 每一種都很讚啊 豆漿豆花 豆漿豆花啦 裡面有一點濃稠 有一點花 對... 不是 屁咧 那不然是什麼 豆花嘛 對 這豆花 但是它不是豆漿啊 怎麼可能 不然是什麼 我是不是 有一點奶味耶 它不是 不只是純粹的純豆漿耶 不然是什麼 豆奶 豆奶 豆漿不就是豆奶嗎 是嗎 對啊 豆奶 豆奶... 而且沒有... 它的豆...豆漿的話是沒有甜的耶 它的豆漿是...就是 無糖豆漿其實對身體是非常好的 為什麼 怎麼說 怎麼說 你不知道嗎 現在都在倡導 用豆漿來代替牛奶 尤其餵小朋友啊 所以你知道像我兒子啊 還是喝牛奶 那你講什麼動機啊 不是 因為等它長大 等它再長大一點 我就會試著讓它用豆漿來代替牛奶 而且它的豆花就是那種 比較是傳統的豆花 對... 比較不規則狀 它這個你要配的料吃啊 對啊 因為它的綠肉跟花生是有甜的 本身是有甜度的 然後再加上它那個豆花吃起來 是比較綿密那一種 我知道 所以我覺得整個這樣子 你要搭料吃 你沒辦法單喝豆漿 我們這種 吃這種豆花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搭料一直吃 我反而不覺得 我覺得這是男人吃的甜點 因為但是就像你講 它的料是有甜 但是又不是很甜你知道嗎 所以說吃起來是有淡淡的甜味 但它那個豆漿的香味 香氣是很足夠的 它的甜味 對我們男生來說 剛剛好可以接受 不會讓你覺得說 好甜啊 我沒辦法 連一個豆漿 豆花 吃起來都是解殼的 有沒有 難怪它不算甜在心 對啦 然後又讓你點醋心糧 真的 好吃 像在這個時間點可以吃到 真的是做功德 你真的也厲害 很棒 你為什麼跟新店這麼熟 你為什麼跟新店這麼熟 我們球隊以前就在新店附近 是喔 我們芋龍隊的球場總部 就在新店 芋龍隊 可是你不是台比嗎 對啊 什麼豆 沒有什麼關係啊 吃冰啦 好久的啊 我們居然又被哈老大耍了 但有一點你們不知道 其實豆奶底下有先加了糖水 可以攪拌一下再吃啦 另外愛吃甘蔗冰的朋友 還能吃另一個必點的招牌 玉道仙草蜜 淋上鮮奶油 更能凸顯甘蔗的清甜 吃了真的太涼了 要吃的